这篇中她身份高贵,容貌更是不舒安妙衣,数次帮助也把安全安然退场。 无与有云,书中自有颜如玉,书中自有黄金屋,人们找把心底最美好的事物写入书中,用尽一生的词汇去描述。 所以对女子最大的称赞,莫获与颜如玉,不是人间可以拥有的美丽,而在之前大火的这篇中,就有这样一个女子隐患颜如玉,好在她也确实对得起这个名字,身份高贵不说,更是人间角色,也曾跟我们的主角叶法有过一段说不得的故事,也算是叶法的红颜知己。 只可惜两人最终还是没有走到一起,颜如玉,一个极度美好的名字,虽是女子却一力抗起妖族父亲大人,寻找成生存未来,她是亲帝后人,本体是也是沧海一株青莲,青力若迁,修成一厢苦海中金银沦海,也是通监无敌之人。 她的美丽非世间眼里可以描述,非人间角色可以媲美,原著中是如此描述她的美,叶法恩从来不相信世上也完美,但是前方山崖上的那个女子,却给她一种如霞的感觉。 不仅是容颜上清澄清活,总然是气质上也是如此的超成脱俗,不许人间烟火,让人有自惨幸亏的感觉,仿佛这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在她面前都要黯然失色。 要知道,叶法能以一见反身走到这风天地决定之大呢?道心又如何贵弱呢? 但饶是道心坚韧如叶法,初见颜如玉时,都被其美色所经验,可见颜如玉致美。 后来,为了妖族的复兴,为了无尽妖族的生存,颜如玉臺与才见过几面的叶法双修。 借颜如玉的荒谱身体温量妖帝之心,虽是用力而生的关系,但无疑颜如玉确实是那种典型的江南女子,生死给了你,我就是你的人了。 在后来颜如玉得知叶凡得罪姬家,正被姬家通缉追捕时,她不惜拼着妖帝之心的消息走漏,叶要请求孔雀王救下叶凡。 更别说在后来的姚池大会上,大家都已经知道她身怀妖帝之心,但为了叶凡,她也就手持一兵出现,为叶凡起来。 就是这样一个绝美如仙,高贵如皇的女子,她为叶凡获出了如此之多,但叶凡却正跟别人打得火热,小月亮,安妙依,子府圣女,姚池圣女,这一个个女子都是其红颜之极。 这也就难怪她们最终还是没走到一起,虽然身子给了你,也能为你放下骄傲,但不代表可以容忍你继续增加红颜之极。 所以,严如雨,一度从叶凡的生命中走开,直到最后叶凡成为先帝,才又出现并告知叶凡,亲帝可能在荒唐的消息,然后便映然绝然地转身,永久地消失在叶凡的生命中。 严如雨确实是极美的,如空苦游蓝般,世界一切都在她身前黯然失色,也不知道,午夜梦回之时,叶凡会不会后悔呢? 如果喜欢短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